那很多粗宝说老花一为什么这个盆栽的蓝莓要比地栽的好养呢 首先呢我们基地里面也养了一些个蓝莓 首先你盆栽啊它的土是很好控制的 我们会采取一些进口的土壤 那如果说你要地栽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这个土壤就要改良 蓝莓是一个典型的洗酸并且厌盖 你为什么说叫洗酸呢 就是你这么理解吧 就跟人一样 人不是有胃嘛 胃里面是有胃酸对不对 你可以理解为呢它的胃不是那么好 如果说你在一个碱性条件下呢 它的根系没办法从碱性土壤里面吸收营养 所以说呢它就典型的洗酸 还有一个厌盖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你一样容易牵中毒拱中毒对不对 容易一些甲醇中毒 对它只是对盖比较敏感 如果多了的话呢就会让它长不开 长得不精神 所以说你要理解这个事 而土壤里面呢最多的都是一些个 你比方说一些盖形态嘛 你比方说碳酸盖这些 一般的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会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碱性高 你看我们山东就典型的盐碱地比较多 所以说呢它就长得不好 盆栽就简单得多了 我们用到的这个土呢叫泥碳土 现在呢已经被国家列入战略保护资源了 你就不能随意开采 所以说呢只能依赖于进口 说句不好听的 要让挖呀 我第一个就把东山省挖成这个 是吧 四川盆栽了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所以说呢 进口呢 这个土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了 它会做成那种弱酸性的 或者是怎么着的 所以说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再有一个呢 盆栽啊 它很灵活 它跟地栽不一样 你地栽万一说是不好听的 你吃错了肥呀 或者是它这个土壤没法改良 它就长不好 而盆栽更加力于咱们控制 所以说这就是好养不好养的一个事了 你简单的一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干货很多啊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车房 嗨 嗨 嗨